大家好 我是文蔚 最近高文谦先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他整个采访内容很多人都看到了 我也前后看了一遍 看完以后有一点 我相信不仅仅是我很多人在关注这个点 就是什么 在20大2000多个代表当中会产生20大的主席团 那么主席团200人左右 这个人也很多 然后在主席团当中会产生主席团的常委会 那么常委会就会有一些以前的退休的政治老人 一些常委会加入其中 那么这些政治老人的加入 可能就会使20大产生变数 可能有一些政治老人会在会场上发难 要对习近平连任提出质疑 那么可能就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那么这个事情就会导致最后习近平不能连任 这个是高文谦先生他的说法 当然不一定是原话 但是这个意思我看到是这样 但是他整体的观点就是说习近平连任还是可能性很大 但是因为这些政治老人的加入可能会产生变数 这个是我理解到他的观点 那么就是看他的采访以后 我就仔细去查了一下 就是现在还在世的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有多少 都是谁 我去查了一下 然后我给大家念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是我查的 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 如果你觉得我有漏下子 你可以再给我补充 那这些人都是谁呢 是宋平 江泽民 刘润桓 朱镕基 胡锦涛 李兰青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 贺永强 贺国强 周永康 周永康就是已经被抓起来 然后张德江 余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当然王岐山现在还在做这个国家副主席 但他已经不是常委了 这个人一共加起来是20个人 就是在世的 那这些人当中你仔细去观察 他们 我觉得我的感觉不是这个邓派的 就是这个江派 要不就是团派的 这些人当中没有人是支持习近平的 当然这可能也是我的个人判断 你觉得不对啊 为什么我这其中有一个人 他或者有几个人 他们是支持习近平的 你可以给我留言 咱们再做探讨 这是已经退休的 这20个政治局的常委 那么现在在任的常委 就是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那么这里面就是说 栗战书和王沪宁 当然大家普遍认为是支持习近平的 那么李克强和汪洋是团派 然后韩正是江派 那赵乐际感觉派系不是很明显吧 我是这么认为 所以说 在整体上就是说已经退休的 还没有退休的这些政治局常委当中 其实习近平他整体上是比较孤立的 那么在最后党代会的主席的常委会当中 可能真的就会出现 像高文谦先生估计的这种情况 那么有人说 这些退休的这些老常委的年纪都很大了 他们可能连说话都说不清楚了 怎么会提出不同意见 或者是机体发展 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我在韩国接触 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 90多岁的以上的我接触都比较少 但是80多岁的这些老年人 很多都是还是思路很清晰的 说话也很 基本是能说明白了 都很身体也不错 我在韩国是这样 所以说 现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退休的 这些就是常委 他们很多人都是在70到80多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所以说 他们是还是有自己的一定的力量 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是这么判断 那么如果想要出现这种 在会场集体向习近平发展的情况 他需要通过这么几关 首先就是说 有人说习近平就不邀请他们来 要他们来会添乱 就不邀请你们 我觉得习近平做不到 如果说你能做到 不邀请这些政治老人来 你基本上可以做到 不让北戴河会议开 前段时间大家看到了 北戴河会议不仅开了 习近平去了 而且开了那么久 也就是说习近平对这些政治老人 他的这种控制力并没有那么强 所以说这个事情 他还得邀请他们来 他们来了以后 说这些人他们敢不敢说话 我觉得肯定敢说话 就是最近看到宋平和江泽民的表现 你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敢说话的 包括前段时间习近平 通过中办部发了一个什么文章 一个东西 就说你们这些老人不要乱说乱动 对吧 基本上他们还是敢说话的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做到不让他们说话 这个也很难 他们想说话 你能不让人说吗 对不对 那会不会说他们说话 习近平会把他们抓起来 这个我觉得也很难 他们可能也不会直接说 就是说我就反对习近平 对不对 习近平怎么怎么样 他们可能不会这么说 他们会把邓小平搬出来 对吧 对吧 我们按照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 对不对 我们要涛王养晦 对吧 我们要干十年就怎么接班 对吧 他可能就会把这套科拿出来讲 对不对 还可能会提到胡锦涛 你看胡锦涛同志 当年什么高峰亮节 对不对 把这个三个权力 都给了这个就是习近平 我们希望习近平同志 也能够这个顾全大局 对吧 怎么怎么地的 反正这些话 我说的并不是很明白 他们体制那些人 就摆这套科 就让他们体制内的 那套游戏规则就讲 你习近平还能怎么 把人都抓起来 人家说的对不对 我说习近平他的军权 只能是在确实 别人真正反对你了 真正威胁到你的安全了 你可以使用你的军权 但人家就按照体制内的 这套科谈 你怎么说呢 对吧 那这些主席团 常委会的这些老人 他们这么做的话 那这种力量 就会影响到整个主席团 这主席团200人左右 那这200人 他们可能 我估计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这200人 就能影响到这2000多人 这个事情 我觉得影响的速度会很快 所以我觉得 高文谦先生的这种估计 是有他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 当然了 刚才我提到 高文谦先生 他的预估就是说 习近平基本上是可以连任的 但是还会存在这样的变数 但其实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 如果这些政治老人 他们的力量很强大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 可能在北戴河 那个时候 就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 不是说 现在习近平 一定能够连任 然后存在这样的变数 不是这个状态 其实习近平 已经没有连任的可能性 这个事情 在北戴河甚至之前 就已经定下来了 只不过习近平 通过他控制的文学人系统 还在不断的 就是给自己造势而已 那么 这就让我想起了 在北戴河会议 这个结束之后 当时李克强的表现 我这两天就想这个事 越想越觉得这个事 其实很值得人深思 当时北戴河会议 不仅开了 开的时间也很长 习近平还去了 那开了那么久 半个月的时间 那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那些老人 政治老人 他都说了什么 对不对 然后会议结束以后 李克强马上就坐飞机 应该坐飞机吧 去了深圳 对不对 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大谈改革开放 然后给邓小平的铜像 这个献花了 而同时 又说 长江黄河水不会倒流 但是谁 当时给了李克强的 这样的勇气和信心 做这样的事情 是吧 我前两天也说了 就是在五月末 李克强开了个十万人大会 然后那时候显示 他的权料 好像还很大 但是到了六月份 七月份 李克强就变得很低调了 然后就进入北戴河会议 那么之后就出现 李克强 他说的这些事 做的这些事 说的这些话 那么也就是说 在北戴河会议上 可能就已经发生什么 就是这些政治老人 他真的有能力的话 可能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是很多事情 定下来了 我的想 我想是这样 也就是说 这个事情 他的这个变化 当然我尊重高文谦先生 他那种说法 他就说意思现在已经 基本大剧已经定了 但是只不过 虽然这个变数 那我的想法可能是 那之前可能习近平的连任 已经就是很难了 然后呢 那这次呢 在这个二十大上 这些老人 可能会进一步的 就是发挥他们的这种影响力 这个是我的一种这个判断 总之呢 哎呀 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说 从四五月份就开始 当时谈这个二十大 这个人事变动 主要是围绕习近平 能不能连任这个事 一直说 说这就算从五月份 五六七八 今天是九十 说了好几个月了 可能我说的也挺累 有些人听得也很累 那么就剩最后 这几天 或者十几天的时间 结果就出来了 可能到 这个青春全会结束以后吧 基本上可能 大的方向就出来 但是还是不排除二十大上 可能还会有些变化 然后我尽量吧 根据我自己的这个能力吧 然后给大家进行做些分析 好 这一集呢 咱们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